奴才 奴才一时走丢 叫大夫妻费心了 好一个奴才 把主子给丢了 还敢在这里胡言乱语 宴席上我分明看到你主婆 二人一同离开 你说 你们去了哪里 见了什么人 你可知 在贝勒爷府里 私相授受 是什么罪名 你若不从事招来 恐怕你主子都保不了你 大夫妻恕罪 哥哥说心里闷得慌 想去庭院里走走 可到庭院的时候 却发现手绢不见了 于是奴才急忙去走廊里寻找 大概主子在找奴才的时候 奴才也正好在找主子 一时错开了 是奴才照顾不周 还请大夫妻恕罪 大夫妻息怒 宴席散了 估计贝勒爷正在找大夫妻您呢 要是贝勒爷找不着您生起气来 那劝可劝不动我 罢了 这月黑风高的 也看不见什么月脸 别让爷以为 我在这儿偷人哪 纳扎 我们走 快起来吧 走吧 大夫妻 额尔赫福建 被身边侍女奴才备唤一事 闹着要见王爷呢 爷醉成这样 谁都不见 他嫌奴才少 爷已经剥了批 最机灵的给他 慢慢地都得换 他若是要闹 等明日醒了再闹也不迟 是 大夫妻说了算 父亲 您身子不变 还是让奴才们来照顾爷吧 我没事 你先下去吧 是 爷 来 喝杯水 爷 爷您没事吧 我不要吃 我要酒 爷 我要酒 爷 爷 东柯 您是不是怪我 不要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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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怪爷 多怪葛代 是葛代太贪心了 是葛代 不该怀上这个孩子 我 都怪 何异都 你可知自己在说些什么 何异都知道 何异都跟随爷这么多年 最知道爷的心思了 也知道爷对东哥哥哥的爱重 可阿易都亲眼见到黄太极 与东哥哥哥两个人拉拉扯扯 缠缠绵绵 眼见为师 由不得臣不信哪 阿易都 你跟随我快三十年 这还是你头一次 跟我说打仗以外的事 贝勒爷 黄太极年纪轻轻 桀骜无训 欺上瞒下 不敬长辈 独不加以惩戒 日后如何成细啊 桀骜不驯 恐怕除了戴善 我这几个儿子里面 再也没有比黄太极 更引人谨慎的人了 阿易都 你是黄太极的阿卜哈 是他的长辈 黄太极娶了你的女儿 俄尔赫 俄尔赫虽然不受宠 但黄太极也没有亏待了他 义士是义士 情义是情义 我知道 你不愿让我重罚树尔哈极 可黄太极是我的儿子 是你的女婿 你知道 我为什么说 大明朝辉煌难复了吗 俄裔都不知 我奴尔哈赤 不是不知天高地厚之人 那大明也并非没有将才 李承梁左右风云 使我女贞各部内斗三十多年 坐手渔翁之力 熊廷毙以手为功 铜墙铁壁 屯兵多处处处要害 这大明如此人才积极 可朝廷还是向一盘散煞 为什么 只为那幽幽之口 为那盐阴官的嘴巴奏折 那大明皇帝招令西改 缺乏主见 大明朝就算有再多的将才 也是明珠暗头 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你瞧瞧 李承梁已经被弹劾了吧 他熊廷毙 又能在这个位置上做多久呢 在用人之际 还如此优柔寡则 就算有诸葛亮 这样的旷世奇才 那明朝皇帝他敢用吗 家事就是家事 何况蒙古临终前 把皇太极托付给了东哥 俩人相依为命 一向亲密 东哥把跟了自己多年的丫头葛代 都赐给了皇太极 还为他讨了位分 俄义渡失言了 他对你不敬 必是要罚他的 只是 你都一把年纪了 没必要生这么大气 你先回去吧 是 俄义渡告退 对 爷 看来你之前打探到的消息 并非只是空穴来风啊 俄义渡也看见他俩拉拉扯扯了 那爷为何斥责了俄义渡 皇带极纵是有千错万错 他也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是我的儿子 舒尔哈齐一世 八个也确实站在了爷的立场上考虑 是俄义渡与俄义渡